夏慧嫣一日在銅鑼灣出席一個二賣活動 發生一日店長賣衣服 又和買了衣服的顧客合照 他覺得今次的活動非常有意義 燒情也不錯 我很開心 目的是因為現在的店舖小店 根本沒有生意 他們甚麼都做不到 最大的目的 可能有機會為台灣的死難者 籌到款 因為他們很可憐、很可憐 無端端死了那麼多人 所以今天雖然我做店主 所賣的東西全部捐給台灣的死難者 銷售已經很好 因為他們各個都很踴躍 因為善事不是很多錢 他們又做善事 又想和他拍張照 他們很踴躍 現在很多人買了 都沒有時間和他拍照 今日紅牆擔任店長的 還有早前因為受傳媒訪問 而在網上爆紅的寒流女Annabelle 被問到怕不怕比較 夏惠依就說自己都很支持年輕女兒 是後期之秀 又美女 是嗎 我們都老的 是嗎 當然是被年輕人做的 誰跟她很消性一點 沒有所謂的 大家都更善善 燒多少都是為人受本 Annabelle這天穿著緊身衣 和熱褲現身 這次是她在網上爆紅之後 第一次出席公開活動 不過被問到以後 是否會向娛樂圈發展 Annabelle就未敢肯定 這個第一次出席這些活動 都比較緊張 看到大家這麼多傳媒 我都很緊張 不知道說甚麼好 始終我還是最初階段 接觸的東西未算是很多 未知未來會發生甚麼事 會的會的 我盡力拍多點照 其實我很少拍照 Annabelle又提到 自己對台灣鐵路意外的感受 說覺得很突然 又看到不少感人的報道 所以希望透過二賣出一分力